大家好,我是Kyogei 大家好,很久沒見了 因為我偷懶了兩個禮拜 不好意思,因為我實在太懶惰了 所以兩個禮拜都沒有拍片 其實剛剛過去兩個禮拜做了什麼呢? 我最主要就是幫中學生排一個比賽 就是校制舞蹈節 然後因為要臨拉屎的時候衝刺 就會加了很多糖 然後進去很早帶隊 所以我都沒有時間可以在家裡拍片 所以不如說星星2月的時候我們再開始 所以直到今個禮拜才上傳影片 還有我發現我忙到連單字卡的影片都沒有上載 所以大家原諒我這兩個禮拜 我會在2月的時候努力的 好,今個禮拜的日常篇 究竟我們說什麼呢? 我剛剛看到那些人去完旅行回來 就拆福袋 還有看到杜如鋒的關西攻略 然後我就突然想到 其實大家去旅行的時候 會不會有時候不知道那些地方名字的日文是怎麼讀的呢?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看到那個漢字 然後你就已經明白那個地方是什麼 但是其實去到旅行的時候 你會突然想到那個日文名字是怎麼讀的呢? 變成你有時候問路的時候都不會問 你只可以把那個漢字給日本人看 所以我們今天就說說不同名字的地方名字是怎麼讀的 好,那首先今個禮拜呢 我們就說說東京區 我們會去什麼名字的地方 那些日文是怎麼讀的 第一個呢,第一個就是最出名的 Sibuya Sibuya 即是攝谷 那如果你有去過攝谷的話 就會看到那條馬路是很多人拍照的 那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的話 都可以試一下的 不用怕會被旁邊看著你 這條馬路很奇怪 因為你每次去過馬路的時候 都總是會看到幾個人在那條馬路拍照的 就算有時候日本人都會在那裡拍照的 然後第二個,第二個要說的呢 就是所有女孩子都應該要去看看的地方 因為那裡整棟建築都是賣女裝的 各位男士都不用怕 而另一棟建築都是賣男裝的 那那裡究竟是什麼呢? 它近年在香港都有開分店的 如果大家有去的話就知道的 是尖沙咀的 不過它很小的角落而已 那跟日本那個當然不能比 那其實說了那麼久,究竟我在哪裡呢? 沒錯,我在說這個 Sibuya109 我們日文會讀作 Sibuya Ichimanu Kyo Sibuya Ichimanu Kyo Sibuya Ichimanu Kyo 大家可以去看看 各位女士的話 我覺得那裡 基本上你去日本想買衣服的話 那一棟建築已經滿足到你了 而男士那個建築 我都有去過的 但是就少很多人 而且衣服都是比較偏貴的 因為我去的時候不是減夠 就是之前大家1月1日 不是很多人去搶福袋 可能那些時間去呢 你是會便宜一點 但我那次去呢 就... 都挺貴 所以男士在那裡 不是很賣到衣服 那這裡給大家一個提示 就是大家要留意它的 Time Sell 那它每間店舖 有時候會洞一個職員出來舉牌 就寫著 Time Sell Time Sell 那你在那個時間買 你會更加低 因為多數會買兩件的時候 有九折 那然後你想想 因為它們是1000日圓 那其實九折來講 是便宜了很多 好 然後下一個 下一個要說的 就是你出這個JL站的時候 就會見不到的了 那你其實經常都會見到 很多人圍著它拍照的 然後呢 你有很多漫畫 動畫 還有這個日劇 都會見到它的出現 沒錯 就是講中犬象 那隻狗狗 那在日文呢 我們會叫做 除了在攝谷買衣服之外 有很多人都會喜歡去這個元宿的 元宿呢 我們日文叫做 那女元宿的話呢 就叫做 那你說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我親手去過 我就覺得 女元宿的東西是更加貴 這個就是我對她的印尺 那所以呢 我們這些平民呢 相對上呢 我覺得祝夏通是比較好走的 那其實它只是一條路 這樣走下去就完 了 我想 如果你不是 間間店都進去 瘋狂購物的話 其實很平常 三個字 至到半個小時 你就會走完的 那說了那麼久呢 這裡其實就是叫做 竹夏通的 竹夏通的日文呢 我們會叫做 這個竹夏通 相對上 旅元宿呢 我就覺得 平民化一點 那些價錢 你可以買到幾百日圓的耳環 你也可以買到 千幾 二千幾日圓的衣服 或者很多 大牌子 其實都在竹夏通那裡找到的 還有如果你很喜歡這個 Daiso的一百日圓店的話 那裡會有一棟建築 都是賣一百日圓的 所以大家如果去旅行的話 記得去元宿的竹夏通看看吧 那說到這個元宿的話 我建議大家可以試試它的班戟 因為它的班戟很出名 很好吃 然後你會看到很多間不同的店 不同的連鎖店 都在竹夏通那裡的 你有沒有說哪間最好吃呢 我就試過兩間 那我覺得呢 我吃過一間是 元宿的第一間的班戟店 即是最先 整個元宿的第一間的班戟店 也試過是粉紅色滿臉的那間 在街尾最後那間 那兩間都吃過 對比之下 其實兩間都很好吃的 不過我自己就比較喜歡粉紅色那間 所以大家可以去到的時候 看看你想試一下元祖的那個班戟 或者你不試這兩間都可以的 因為在日本是沒有東西不好吃的 那如果你一元宿再走下去 即是過了中下通之後再走 其實你可以走到這個表參道 表參道我們會讀了 表參道 我沒有什麼仔細地走過 因為我去的時候多數都太晚了 沒錯就是因為在這個足下通 瘋狂地購物完之後 已經是入夜了 多數去到表參道的時候 就純粹覺得感覺很美 而且都是那些名店購物的感覺 所以我們這些平民就沒有什麼走到 就會去了其他地方吃東西 但是如果大家有走過的話 可以分享一下 你覺得旅元宿和表參道是怎樣 因為我沒有什麼實質很仔細地去過 但純粹覺得那裡的風景很美 而且很悠閒 那個感覺有點像台灣的東區 那樣的感覺 所以大家有機會的話 其實都可以去逛逛 因為我們有時候不一定只是購物 那最後再介紹一個 都在元宿站那裡 或者你可以搭地鐵去到這個站 那我講的就是這個明治神功 明治神功的日文呢 我們會讀作 明治神功 明治神功 其實它就是在中客通 JL元宿站 然後就在後面而已 我建議大家可以早上去明治神功 因為所有店舖都還沒開門 那當你去看完這個風景之後 你就可以都回到中客通 然後再一路走一走 去旅元宿和表參道等等的地方 那大家有機會的話 就去看看明治神功吧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一個 今天介紹了最主要逛逛的地方 就是這個 Sibuya 和這個 Harajuku 那如果喜歡購物的女生 就可以去這兩個地方 那如果不喜歡購物的話 我們遲些再介紹另一些地方 好 明天呢 我會再說新宿的 究竟新宿有什麼景點呢 我們就在明天分享啦 那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讚好 和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多看日本的資訊 可以看我的Facebook 和IG 還有我最近會拍多一些短片 放在IG 或者是關於日本書的介紹 或者是日本遊戲的介紹 我都會放在IG 所以如果大家要多看點資訊 記得訂閱我的IG 還有Facebook 那我們明天再見啦 今天就來到這裡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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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